大家好,我是零心細積塵,好高興見到大家 開始今集內容之先,先賣賣自家廣告 上集為大家介紹了文石在TOUCH TAIWAN2024指南入面 展示的各種新技術 另外澳門公共圖書館就推出了免費珍貴的電子書估值 都值得去掛一掛 順帶一提,我早前發佈了Bigme最新的10.3吋彩機 Innode XColor的開箱和規格分析影片 未看的都快點去看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在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定期收看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的Superfans去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好,去片 第一則是E-Ink新品的介紹 Bigme會在5月31日推出兩本全新的E-Ink智能手機 這亦是他們這家公司首次推出這類別的產品 這個新系列的手機就名叫做Hybrick 其中一款就採用了最新一代的彩色電子之技術 Kaleido 3 而另一款就會配備黑白的顯示屏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上裝配E-Ink屏幕智能手機其實不多 唯一是主要經營這一類產品的公司就是海信 但是他們在去年的年中都關閉了他們自營的手機 天貓旗冷店之後,已經接近是退出這個市場 亦都不再有新品推出 而文石克去年九月就推出了Palmer 雖然外形是手機,但其實是一部閱讀器來的 沒有手機通訊的功能 所以Bigme今次宣佈推出E-Ink手機 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Bigme Hybrid配備的屏幕尺寸是5.84吋 分別是黑白和彩色兩個版本 在硬件規格上亦都分成有兩個組合 今回先手法推出的版本是8核MTK6765 即是Helio P35,12mm制程 安兔兔的跑分大約是15萬分 配備6GB RAM,128GB ROM 行Android 11開放式系統 而高階版本就會在今年的第四季 所以才會正式推出 處理器會採用6mm製程的聯發科天璣98 安兔兔跑分大約是40萬分 配備8GB RAM,256GB ROM 行Android 14開放式系統 由於這兩款的處理器入面 只有天璣98支援到5G 暫時未知Hybrid系列會不會支援5G 而Bigme Hybrid系列 就會採用它們自家研發的快測算法 應該是它們產品入面一路標榜的X-Reference刷新技術 以及會有自動清殘影專利技術 令用戶有更加的實用體驗 Bigme表示手法版本Hybrid 彩色版限量只有1000部,定價是249美元 而黑白版只有2000部,定價是219美元 這部Bigme Hybrid採用天璣98處理器的高階版本 以E-Ink裝置來說,規格算是相當不錯 我現在就一直在評測那部Ink Note X-Color 就是在用這一款的處理器 所以我能夠大約估算到效能體驗不會太差的 但它們的入門版本用MTK6765那個 就可能真的弱了少許 現在除了規格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是未知的細節 例如材質、模具 而系統介面會不會有針對手機的調整呢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關鍵的資訊 我就很期待這一部E-Ink手機正式面世 等到我們能夠了解更加多它真實的細節 第二則繼續是E-Ink身份的介紹 文學志弟已歸起,在中國市場行動頻頻 繼在四月下場發佈了Note X3 青春版 和Note X3 Pro之後,試隔一個月 又在5月22日發佈了Note X3 Plus 令到10.3吋的Note X家族又增添多一個成員 文石其實不是第一次採用 Plus 例如在2021年的時候 它們在海外推出了Note Air 2之後 半年之後就推出了Note Air 2 Plus 一樣的模具,但規格上就會有升級 但這一次文石在中國市場上的做法有些不同 因為這一次Note X3 Plus是專用了和X3完全不同的模具 更加近似是文石以前的Note系列的那個款式 都在這裏介紹一下Note X3 Plus和X3的異童 兩者都是採用10.3吋的黑白E-Ink卡塔1000的面板 假裝到同樣是227ppi 不過X3 Plus應該沒有微晶食黑的處理 但就會加上一張原廠的手寫膜去提高射感 估計就和海外版的Note Air系列處理的方式相近 而另一個升級的地方就是 RAM由4GB增加到6GB 而ROM由64GB,配增次128GB 而今代的Power鍵亦都會支援指紋解鎖的功能 而機背亦都會由合金的材質轉為防滑高強度玻璃 標榜就不會容易貼到指紋的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X3 Plus其實幾個項目上是有降級 第一就是處理器由高通680降回上代的高通662 第二就是X3 Plus是不支援插TF卡的 第三就是沒有配備G-Sensor,不能夠自動轉向 第四就是電池的容量由3700毫安縮小度只有3000毫安 而最上一項就是Android版本是11 而不是X3本身的Android 12 文石這部Note X3 Plus就會在5月31日正式發售 首發價是2499人民幣 只是比Note X3貴50人民幣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在文石京東自營的旗艦店訂購 文石這次這部X3 Plus 與慣常將那個型號是小聲級的處理大為不同 無具材質都有所變根,硬件有升有降 讓到用戶真是處於一個兩難的選擇 好聽一點的說法就是 針對客群有一個更加細緻的劃分 所以與其說是升級做 Plus 對我來說更加像是文石拿來清理庫存 和滿足用戶之間一次劍走偏封的嘗試 不知道中國的閱讀器愛好者會不會賣單呢? 第三則是醫讀新聞 Google Playbook最近在它的平台上進行了一系列更新 去鼓勵閱讀活動 特別是對兒童的讀者提供更加多的支持 這個平台現在提供了超過300本非小說類的兒童電子書 讀者可以免費享用 並且配備 Read and Listen 和 Practice 的功能 前者是可以讓小朋友在閱讀的時候 能夠同步聆聽內容的朗讀 What is inside a baseball? What makes it bounce? How does it fly so far? 這一種模式能夠有助提升小朋友 他們的閱讀理解和聆聽能力 而後者就會指引小朋友 是跟讀書本的文句 和可以重複練習發音不準確的詞語 OK, I'm ready to hear you practice Many baseballs are used every season There are red stitches on the ball The red stitches are sewn by hands Amazing progress 為了讓閱讀體驗更加互動和有趣 Google還為這班兒童的讀者 提供了一個閱讀獎勵計劃 當他們在那個Android App 或者在Google Kids Bay裡面 看完那本書 或者達到一定的閱讀里程碑之後 就會獲分電子貼紙作為獎勵 而Google也都在他們的YouTube頻道上 推出了幾千本有聲書的餘覽 讓到用戶可以免費去體驗各類書籍裡面的片段 去聆聽 以吸引他們探索有關的內容 對喜歡英文故事書的人來說 其實Google這次在Book裡面的更新 其實真是頗慷慨 數以百計的電子書 全部都有朗讀和字典功能 題材亦都是頗有趣味和生活化 是非常適合給小朋友看的 我也有個假話給兒子用閱讀器來看的 如果你用的閱讀器是有收音咪和喇叭的話 真是不妨一試它那個Platis的功能 聆聽和跟著指引去朗讀英文 想學英文的大人其實都適合用的 不過要留意 如果你手中的裝置 那個語言不是英文的話 現階段你就會見不到那個Platis的功能 期待未來Google在Book這裡 會有更加多實用的功能 以及提供更多免費的電子書資源 真是功德無良 今集E-Ink Weekly的動項就慘過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撐好我這段影片 這樣才會讓到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和香港文石是有長期的合作 如果你人在香港,想購買文石產品的話 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進入網站 結帳的時候自動會有九五折優惠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想購買閱讀器或者相關的配件的話 可以到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看一看 文石和iPad各型號的DUJU類紙膜 大致都齊備的 另外特別推薦是來自德國的Google C1手機指環 記得留意它是有加購優惠的 若果你不在英國,但也想購買的話 不妨可以聯繫我去詢問 看看我有沒有辦法寄給你 希望能夠服務到你 以上有關的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浪就大約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下期E-Ink Weekly見,拜拜